最后我们用这张投影片来代表品质改善的一个效益 原来的还没有改善这before跟after 在还没有改善品质之前是用这两条两条线来代表 是这一条跟这一条代表 内部的磁砖分布是这样子的 那么外部的磁砖分布是这样子的 我们前面有讲调过 内部磁砖基本上大致上大部分都能够符合我们的spec 可是外部磁砖绝大部分都能够符合我们的spec 造成不良品非常的多 这是经过改善过以后的内部磁砖跟外部磁砖 内部磁砖原来就已经大部分都能够在spec之内 可是经过改善以后 内部磁砖进一步的改善 你看它的偏差进一步的缩小 外部磁砖不只是它整个平均值 shift到接近我们的目标值来 那么所有的几乎也所有的磁砖都在我们的spec之内 我们的spec大概在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就几乎全部都在这个spec之内 我们一个望目的一个case 我们常常用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图来代表我们改善后的一个效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